各位晚安,2020年10月16日平均小会员群组的Live Sharing 今年我们去到第43集,我们经过了上星期有关经济的主题之后 今天我们又回到地缘政治的议题 今天很高兴的,就像我预告里所说的一样 今天其实就不仅只有我一个人在这 或者甚至乎我叫做有少少退居幕后 或者这么说一直都是幕后 请了其中一个学生上来 首先欢迎Ivan 他对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兴趣非常之浓厚 所以很多方面都想请他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Ivan Hello,我是Ivan 好了,那你想看看你今天我们有两个题目的 就会讲到由沈旭暉和沈教授 他讲其中一些中东的局势里面的一些开端 讲回现在我们如何看中东的局势 另一个题目我们会讲讲就是巴基斯坦 即是中美争霸之下的一些抉择问题 好了,事不宜迟,你好像准备了一些材料 我可以跟大家讲讲第一个范畴里面 就是你有看到沈旭暉那段片 如果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或者你有什么补充信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好,那大家好,我是Ivan 多恶知旧,第一次都technically,第二次了 受到版主的邀请,上来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题目先 分享一些关于沈教授 在中东局势里面的一些见解 我自己的一些看到的东西和一些补充 事不宜迟,我们先看一看一张照片 有几张照片都是取涂至沈教授的 YouTube的短片里面的一些分享 其实那个短片里面讲了有几个重点 我一会儿都会逐个逐个概括地讲出来 首先都是一些对于中东局势的一些基本的资讯 沈教授都有提到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中东局势里面 首先一个新闻就是说以色列和阿联游 对于局势来说有一个结盟的情况出现了 也都对于以前的一些民族和宗教上主义的一些和解 那似乎是对于整个中东局势有一个降温 而且是一个舒缓了的作用 那在这个情况下沈教授就说了很多基本的资讯 那首先其实他带大家去认识 到底中东局势里面 伊斯兰教的教徒 他们阵营分别就是十二派和信尼派 局势上的分布和以色列的位置 那第一样东西呢 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阿联游 开始建立外交的关系 就是在美国的周旋底下 那这个呢 在整个地缘政治的局势里面呢 会不会可以是视乎一个 就是叫做打击 就是共同 信尼派和以色列的结盟 共同去打击恐怖主义 或者以前1415年 比较热讨论的ISIS 那除此之外呢 也都会不会是就着这个结盟呢 其实可以进一步去防止到十月派去得势的呢 那这一方面呢 其实大体上呢 在历史背景上面呢 其实是同意沈教授所说的 那除此之外呢 都希望可以补充多些资料 就是等各位听众可以了解多些背景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样东西呢 以色列呢 就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教义 那大家都知道是犹太教的教义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一样东西呢 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 就是犹太教教义的 就是立国的国家 那它在这个中东地区呢 就是给阿拉伯国家 大幅度地 基本上是360度地去包围的时候 那到底其实它 立国的过程 和哪些国家 基本上是水深火热 哪些国家又比较上友好呢 那其实呢 以色列呢 虽然呢 局势上面呢 是完全是一个被包围的形象 那但其实 当我们细心点去看回历史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个国家呢 去到最后都要讲求利益 除了以色形态之外 那所以呢 其实 我们会见到 不同的国家 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虽然民族上 宗教上一定是不可以的了 那但问题就是 其实 他们对于以色列程度上呢 仍然是有分别的 那这一点呢 对于我们往后去判断 中东局社会如何发展呢 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 这里补充多少少资料 那其实呢 就是 我们以下分少少level 好像容易讲少少 Level 1 其实有一些国家呢 对于以色列呢 那种的 就是憎恨程度 或者认为 可以合作的空间呢 相对其实是比其他国家 是多少少 亦都大少少 那其实呢 埃及 若旦 这一类的国家呢 其实是很早期的时候 埃及就70年代 若旦就90年代 其实已经是 虽然不可以说很深厚的 很friend 这样的外交关系 那但是其实都已经是 承认了以色列的立国 那其实是无目的 不外乎就是 埃及打仗打输了 当年 就是熟罪日战争输了 那也都 之后就跟以色列建交了 那 若旦就基本上 就处于一个很内陆的国家 那 那在要继续国家的经济的时候呢 其实少不免呢 是需要顾及经济 那我会看到呢 其实若旦和埃及呢 跟以色列的确是很近的 其实我们经常都是 回到地图 我们有时会可以比较了解清楚些 到底这些国家的思考模式 是怎样给地理因素去左右得到 那刚才说过 埃及就在以色列的西南部这些位置 那特别说到若旦呢 就是为何说因为经济发展 就在较早的时期 就是90年代 就已经承认了以色列呢 那其实若旦呢 我们看回呢 是一个都很内陆的国家 再向内陆推移的时候呢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沙漠的地区 那若旦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水资源 那水资源呢 其实是比较贫乏的 那也都 就是那些泥土呢 也都不好 就是因为淡水太少 那你基本上 没有水资源的情况下呢 其实很多 就是基建和民生 也都做得不够好 那所以因为这一样东西的缘故呢 其实就 就是已经很早期 就承认了以色列的一个国家 令到这两个国家呢 能够发展回 就是经济上的发展 令到民生能够好一点 那这一类呢 国家呢 尤其是埃及若旦呢 其实 嗯 认为虽然 宗教 种族 意识这些是不同的 那但是在 意识形态之上呢 其实他们都认为 其实是要 要兼顾经济发展 要经济国家的利益 那这样 那所以这一类 就是叫做 Level 1 这样的国家 其实他们 能够成 比较上承认到以色列呢 其实是这个的原因 那而 Level 2 呢 就会是今天 我们会讨论到多些少的主角 就是一些 游离的分子 那包括 就是我们 这几 这段时间呢 在新闻上面 看到巴林啊 阿联游啊 这一类 其实都是十业派的国家 那但是我们现在呢 看到 就是历史性 一些转变的时刻 就是这些国家 开始在美国的 合作周旋下呢 逐渐地 亦都在沙特 同意之下呢 那 开始 尝试去和以色列 去承认这个国家 去建立一些 基本的 就是外交关系 那 那 其实他们呢 当然 其实除了 以色形态之外呢 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 这些国家呢 相对地的经济发展呢 甚至乎 在阿拉伯国家里面来说呢 其实是不错的 就是我们例如 会见到阿联游呢 其实 早前呢 我们都写过一篇文章 都有一篇 很有趣的新闻 就是说 在阿拉伯国家里面的 就是年轻人 他们原来呢 都有很多人在考虑移民的 就是不止我们香港人 那 这篇新闻说到呢 就是说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 他们考虑移民 除了我们常常 就是想象得到的西方大国 欧美啊 澳洲啊 这些之外呢 其实第一 竟然呢 就是阿联游 而不是任何一个 欧美的西方国家 那其实是无他的 因为 这些的 就是石油国家 当初因为 发展石油的事业 而得到很丰厚的回报之后呢 其实他们是选择了 选择了去发展他们的经济 就是用这些石油 就是得到回来的美元 去发展回他们的基建 发展回他们的社会和民生 那 往往这些地方呢 能够是受到年轻人的外带 绝对因为经济发展得好 那所以其实 这一类的国家 在这一刻去选择 和以色列去 去达成一些协议 和一些外交关系呢 其实也都不 不令人意外的 那刚才说到这些 就是一些 Level 2 就是我们叫做Level 2的国家 那至于Level 3 就相对是 就真的比较 难去处理一些了 因为他们和以色列呢 相对那个深仇大限呢 是比较深厚一点的 那变相其实也都需要 多少少时间去解决 去处理一些 深仇 即是深仇救恨等等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国家呢 大家不难想象的 数都可以数到几个的 伊朗啦 黎巴嫩啦 序里亚啦 等等的国家 那特别是 其实 伊朗啦 伊朗这个国家呢 我们看到它复原很广 就是一个很 巨型的 十月派的一个大国 那 伊朗呢 其实是比较有趣的 在伊斯坦革命之前呢 其实伊朗呢 我们经常都听了 伊朗和沙特呢 当年 即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阿拉伯地区呢 是美国 即是几乎是最忠实的盟友来的 那但是自从 即是1978年之后呢 伊朗呢 就是 有这个伊斯坦革命之后呢 其实就全面变成了一个 就是比较保守啦 意识形态上面 跟美国完全是背道而似 很冲突的一个 十月派的国家 那因为这一样东西的缘故呢 其实是容不下以色列的 那其实 除了利益上面呢 以色形态也是的 就是比较难处理得到的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 但是历史上我们知道就是 就是 这两个宗教的一个圣城 另外也还有基督教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 这个中心的地带 的而且是有很多地缘上面的冲突 那伊朗呢 其实跟这个 以色列呢 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上面 宗教上面呢 其实是敌对的 那而伊朗呢 也都在自我的评价里面呢 也都 就是简单俗称一点来说呢 其实他都觉得自己是老大来的 就是阿拉伯的国家里面 那相对呢 其实呢 他也都就是 安排了 叫做或者 穿针引线地呢 在以色列的周边地区 包括就是 黎巴嫩啊 敌利亚等等的国家呢 其实 不断地呢 都去输出了 他们什叶派的一些思想 和一些革命的行为 就是大家常常听到 黎巴嫩的真主党啊 就是在 巴勒斯坦的 就是巴解的组织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呢 都跟以色列呢 是历史上 大家都会知道 八九十年代呢 其实都有很多 大型的军事上的冲突的 那其实背后都是因为 伊朗在背后支持了很多 在以色形态上面 和宗教上面的不认同 那所以导致到呢 其实今天他们要和解的时候呢 其实是的而且确比较困难的 那这些以色形态呢 就是另外有一些轻松一点的角度去看 就是其实也都很影响到 当地的人的生活的 就是 早前就看到 就是 黎巴嫩啦 就是 其实是一个 伊朗都很大力地支持到的国家 那都 原来呢 有些很民生的东西都很 都很吃花生的可以 就是 之前呢 其实有一套神奇女俠的电影 那样 那女主角其实是以色列人 那都在黎巴嫩是会禁播的 那这些 很花边的东西啦 那但是其实这些就足以见到呢 其实是可以很大幅度地影响得到民生的 因为 就是以色形态上面的冲突 那这样 那所以我们 认为呢 其实今天呢 的而且确呢 就是 中东局势里面呢 的而且确呢 在美国的主导下呢 是能够有一个很大型的突破的 的而且确 那你说 会不会是可以打击到恐怖主义 令到局势安全一点 那 其实大体上认同的 那也都 ISIS的势力 其实都所值无忌 在敘利亚的 和伊拉克的范围里面 那但是 今天希望可以 探到多 深入多一点 就是 在中美的博弈底下 那也都加上在俄罗斯 和中美的关系里面 到底其实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呢 那这里都希望可以 可以补充到多一点 我先打断一下你先好不好 Ivan 我看到你有很努力 整张猫子在这里 我自己做直播 我就没有那么好心思 不过呢 我有点点问题想问一下你 在你继续讨论之前 你刚才说到三个level 不同的国家 我问问题这部分 他没有准备 我只是听完他说 我才再问问题 你说三个不同的level 的国家 level 1 就因为地理的环境 在经济上 需要依赖以色列 去挣扎求全 所以大家 compromise 空间大一点 这个很直接 第二件事 就是你刚才说到 阿联邮 就是我们所说的 杜拜 和以色列建交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何会在这个timing 呢 又或者 以色列和美国 你觉得他提供了什么 出来的关键 除了有拉力之外 其实还有推力的 另一边商 你刚才提到 伊朗 又或者俄罗斯 的政策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 的回答 或者他们的筹码 究竟在哪里 两者之间的衡量 为什么现在 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如果知道这些原因 可能对大家 掌握往后的趋势 会有些作用 可不可以 就着你的knowledge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 也有一些补充的 固然呢 其实 刚才所说到 有四个字 不断不断地重复就是 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 其实 意识形态是真的很重要的 因为 简单来说 就是 都要 去归边 也都 需要 依靠一些大国 例如沙特 这一类的 在中东的大国 但是 刚刚 板主有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是此时此刻 而不是去年 或者不是明年呢 那 其实呢 我们 会留意到 有一件事情 就是 在特朗普上了一场之后 其实 他是安排了 他的女婿 傅什纳 他是负责了很多 在中东的 正职 这样的 那 这几年以来 其实他就不断去 叫做 拉拢了很多 不同 这些 所谓 level 2 游离的国家 包括 其实 希望经济发展得到的 例如 阿联游 巴林 这一类 这样的国家 那其实 傅什纳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呢 他做的事呢 其实 对我来说 我的看法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 他要去 换成阿拉伯国家的策略 除了要重视意识形态之外 更加是要重视利益 简单来说 就是去换成这些中东国家 开始要去重视经济 而不是只是重视意识形态 而这一样东西 去到这一刻 就出现了这个 就是历史性的时候 那 对我来说 其实有时候历史是 好像一道天秤 就是一个天平 那样 怎样说呢 就是 用回一个 久远一点的例子就是 好像伊朗那样 就是当年 其实 他们是 之前 在伊朗的革命之前 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国家 希望重视去发展到经济 但是去到 大概 七七六七七七八 那几年的时候 开始人民 和反政府的角色 开始认为 意识形态 是比利益更加重要的时候 于是乎 就会有这些集体行为 最后导致到 它推翻了 这个前的伊朗政府 而去到今天 整件事 反过来就是 富十立 在当中 穿针引线 成功地做到的角色 就是 反过来 去换醒 现在这一刻 我们美国 就是 它代表美国 就是 可以给到的利益 是比以色形态更加重要 所以 开始会见到 这些游离分子的国家 能够去 就是 偏向 也听到美国的那一边 就是可以去跟以色列去建立 这个关系 你提到一个 挺有趣的点 其实不同的时间 同一个地方的人 他称一些不同的元素 其实是有不同的主要 例如我们又再回去 生活化一点 我们香港为例 那可能过去 可能以色形态 对于香港人来说 不太重要 但可能在最近这几年 以色形态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重要性就比以前高很多 那以前可能我们会 focus在多一点 有关于 经济发展上面 或者我们的收入 各样的那些 那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挺有趣的思考 我提出一点 我自己的看法 当你又可以 feedback 我只觉得除了这个 shift之外 其实我觉得 一件事就是 在 Donald Trump上场之后 其实有一连串的动作 以前 外于一个 比较政治正确的取态 就是 你看到奥巴马的年代也好 甚至乎去到 喬治布殊也好 或者克林顿也好 美国以前很政治正确 就是精英阶层 白宫可以做些什么 不可以做些什么 一直都说 唯祸 大家尽量去谈判 化解一些纷争 除了反空战争 自己被人搞 之外 之外 其实 他们对于 在中东上的政策 一直都是 比较 比较有立场 但是 就不会说 有一个 叫做 determine 了方向 特朗普当选之后 一连串 有几样 去做 首先正如刚才所说 他 彭斯 蓬佩奥 每个都会去到 耶路撒冷 哭场 去做一些宗教上的仪式 visit 另外 就是早两年 已经决定了 将 美国的 驻以色列的领事馆 由 特拉维夫 就是一个 我们所说 在港口的 经济城市 将它 迁移到 这个内陆的城市 耶路撒冷 换句话说 就是承认了 耶路撒冷 是一个 以色列的 或者叫做 犹太教的地方 这些 就是一个 表态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看法 是这样的 以前没有这样的 就是说 现在就像黑社会大佬 有一个决定 那你到底 跟 还是不跟 跟 你会有若干的一些好处 不跟 你会有若干的一些好处 所以 其实现在就变相了 其他人都要慢慢去 做一个 而这件事就是 我自己觉得 在中美大气候的变化之下 影响到中东的局势 其中一个很重要 以前可以做长头草的 其实跟香港一样 以前可以做长头草的 但今时今日 其实比较难些 大家都要去做一个选择 哪怕你是向左 还是向右 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 就会是这样 比较多些 就着这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补充 就是 我自己认为 就是 特朗普是比较明确 也都比较爽手 他对于 不同国家的取态 他会有不同的做法 而这种做法呢 告诉大家 是清晰的 简单来说 我认为是可以做到 干油并制的效果 怎样这么说呢 举一些例子 在干油的 干硬的方面 它对于伊朗是干硬的 是强硬派的 大家可以数到很多例子 19年的时候 他已经斩杀了 即ISIS的头目 巴格达迪 而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 有听过 苏来曼尼 都是斩杀了其中之一 那外界有 你背得比我还熟 哈哈哈 那些名字也有 但是外界 形容为精准的斩首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没有令到 很大部分的平民 有伤亡 那也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不是殲滅敌军 就是简单来说 他不是去灭了 人家整个的军团 但是他将军团的 就是头目 最精锐的司令 或者军长 一些很高级的司令角色 去斩杀了它 其实就是一个取态 就是 他对于伊朗 是强硬的 他对于伊朗 去输出 他革命的思想 是不认同的 在这里就做了一个 就是 杀一警白的一个效果 那有什么方法应对 伊朗和俄罗斯 我假设他要应对先 如果现在阿联邮 和以色列建交 你都知道 其实全球有很多石油 都是经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 进出的 而伊朗就拥有一个最长的海岸 在这个海峡里面 就是图中所见到的波斯湾和亚曼湾 而其次呢 一个阿拉伯国家就是说 阿联邮 就是我们熟悉的比较杜拜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海岸 对于这个海峡的控制 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 那你觉得 可以如果要还拖 或者叫做feedback 拆拆两板 有没有什么 板斧 我认为 这个选项是 的确是 再进一步限制了 因为 在利益 需要开始进行利益的 交割的前例下 其实伊朗可以给到的 选择的确是不到的 反过来我会认为 先不说短期的疫情 在长期上 经济上的制裁 再加上现在阿拉伯国家 开始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 看到的趋势是 认同以色列 和美国的政策的话 其实 可能 甚至乎伊朗选择去 默默地去 认同去美国 或者去 华丽转身 是 可能也会有 可能性 因为没得选择 这个报导也有说到 那就是 阿联又和 以色列建交之后 沙特很快就开放了领空 那就是 韩班可以由 杜拜 大家都知道杜拜 是全球的交通树楼 来的 那我自己去欧洲 其实都乘搭 阿摩里斯 或者卡塔尔 机场又漂亮 市场又多 那些东西又则 很快就 沙特就开放了领空 给 杜拜的飞机 飞去耶路撒兰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以色列也算是一个科技 高科技 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其实这些影响 其实都很大 我自己看回 其实你贊成的Ivan所说 今天来说 在中东里头 俄罗斯也好 伊朗也好 甚至乎中国也好 如果美国继续去 叫做 要一些盟友 也好 或者叫做一些比较 不那么敌对的敌人 去做一些选择的话 其实 在东方国家的阵营 即是中俄 或者伊朗 可以做的事 其实是非常之有限 那 又当讨论一下 那 现在 阿联游就 和 这个 以色列建交 那下一步 你刚才就说 去到伊朗 都可能是华丽转身 或者在一步之前 会不会还有其他呢 你怎么看 我 我认为 其实华丽转身 就是 可能 就是我们讲会 讲得很轻松 但是对于我国家的人民来说 其实 都可能要经过 甚至说几十年的苦难 就是苦难的意思是 那如果你是Donald Trump 你会再按键在哪个位置 不好意思 我们平时上课都是这样 哈哈哈哈 你会选择哪个位置 他在想着 哈哈哈哈 或者我分享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么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不直接 其实今天来说 美国应有直接打击伊朗 包括一些制裁 石油的一些 就是他盟友 不会再和伊朗去买卖一些石油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严厉的制裁 可能包括 Currency 美元 但如果我要再在一个地区的势力 去再和伊朗去做一些打击的话 其实刚才Ivan都讲到 就是伊朗在敘利亚里头的一些利益 或者伊朗在黎巴嫩里头的一些利益 因为其实 很多这些小国里头的纷争 包括 刚才所说的 也门 也门 大家如果知道 也门的经常性 都在 阿丁湾的南边 和沙特有些军事上的冲突 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瓦解伊朗的势力的话 其实基本上 再要继续部署的话 那美国要放的地方 就会在这几个地方去做 那如果你说要去 殲滅也门的叛军的话 那当然 美国就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马 那 军援也好 科技也好 人员也好 或者是 钱也好 沙特阿拉伯 会是一个挺好的聚力点 我自己觉得 另一边商 如果要对敘利亚 和黎巴嫩斯压 另一个属于不弱的国家 的土耳其 可能都是其中一个 可能会是 我不要说做难投筑那么难听 可能会被一个叫做 鬼派 或者叫做吩咐去做 这个 duty 的一个国家 但当然 美国就不可以说零成本 就是你做老板 你叫人做事 就要出粮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要看看 究竟当中 他们的利益交局 会在哪个位置 而这些呢 譬如我刚才所说 为什么今次 亚联邮和 以色列建交呢 其中一个负责去支付成本 就是沙特阿拉伯 就是开放领空的空域 所以其实这些 很多方面 多方面面 就是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自己的盟友 自己的地域来 所以不会很快 我们看到伊朗华大转身 正如Ivan刚才所说 起码都说 几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事情 除非情况 有些急转直下 但是基本上来说 就是类似一个 其实 今天的中东 去处理伊朗的问题 其实就好像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 就是 南韩的早几年的 萨特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在台湾 香港 北韩 特金会 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接下来我们说 另一个题目 就是巴基斯坦 在阿富汗里面 和塔利班 以和等等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围堵 只要哪一个位置 它能够 运用到一些工具 可以做到一些杠杆 而令到效果是好的话 基本上 你就会选择这样去做 整体套路 大概 他们都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这样 我交给你 继续 我想想想些什么 我要再补充 好 那你接下来 是不是再说 会是 俄罗斯 或者伊朗 那边的情况 还是怎样 是啊 是会的 哦 那我先交时间给你 另外 也有思考过一些 就是有关于俄罗斯 因为刚刚 就是 短片里面 其实都有提到 就是说 会不会 就是美国的 在中东的 行动 这一种 对于 俄罗斯 或者伊朗的施压 的行为 其实 会不会 反而会 拱固到 中国 俄罗斯 和伊朗 这样的 这个联盟 这样呢 那其实呢 看我们 就是之前 刚刚一直 分析了这么多里面 其实 我们认为 这一件事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大的 又或者就算是 都不会因为 单纯地因为 中东的局势 而将 这三个国家 拉拢在一起 怎么这么说呢 首先 先说伊朗 其实刚才都补充得 够多了 对于伊朗来说呢 其实它的 很大部分的利益 其实是在 中东的局势 和在中东的主宰力 那里 但是 反过来 对于俄罗斯 和中国的 角度来说呢 其实就不是 正在中东方面的局势 那 刚才 俄罗斯方面呢 其实 在这段影片里面 有说到很多 就是说 俄罗斯有很多底线的 包括克里米亚 白俄罗斯 赘利亚等等 一些基地的重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的而且确呢 其实是会影响到 有机会影响到俄罗斯的一些利益 那但是 影响到这个利益 又 会不会等同于 去促成了俄罗斯和中国 去联盟 去对抗这个 一个的美国和他的相应的盟友呢 那其实就 没有 并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 因为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也都需要去判断 到底中国和俄罗斯 互相之间 可以给到些什么的利益 交割给对方 因为这个情况下 其实 我们认为呢 其实在意识形态上面呢 正在乎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呢 也都不是说十分之相近 是不是啊 沈旭辉说 就是 因为中东的局势 所以中俄会靠得更加近 靠得更近 会巩固 就是他这样说 OK 你继续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 因果关系 并不是那么直接 而其实在俄罗斯的关系里面呢 今天 其实俄罗斯 很多经济上的发展 不论石油 天然气 其实更加需要呢 其实是 不是跟欧洲去对抗 反而其实是 要跟欧洲去 谋求 怎样去做更好的合作 那经济上才有得发展 而中国那方面 其实不是 不是要去关注 怎样跟俄罗斯去结盟 而是 在受到美国的围堵下 怎样去摆脱到这种围堵 并且在经济上能够追赶到美国 那所以在 利益交割这个场面呢 其实我们不是很认为就是 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 能够达成到很大的共识 也都更加不是说 单单在中东局势上面的改变 而令到他们 去思考会不会有机会走得更加近 因为在利益的前提下 其实大家 能够交换到的筹码 其实本身就不多 那所以在这个范畴上面 我们认为其实 就算是俄罗斯 他也都只能够是比较被动 他能够守得住他的一些 所谓核心的基地的 美国也都不会很轻易地去 胡乱地去每一个制都去按一按 比如说克里米亚这些地方 也都不会那么轻具妄动 但是在结盟的前提下 其实整件事不是那么容易 可不可以说一下什么叫做 不会那么容易轻具妄动 而且你刚才说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交割 不会太多 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说一下 比如你刚才说到 在克里米亚 那为什么克里米亚那么重要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 还有在克里亚 或者伊朗的军事基地 如果要排排 那有些什么 其实美国是不会触碰的 或者触碰的机会 会比较小一点 而且你刚才说到 就是中俄之间的利益交割 相对好像不是太多 但是可能 论者或者听众 未必是这么想的 你怎么去触碰这件事情 对于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之间 其实很多时候大国并不会说 应该这么说 在一个要交易的范畴里面 其实他不是说要 完全去弄死另一个国家 不是要完全弄死对家 反正其实是希望用一些筹码 去跟对方做一些交换 所以问题就是 并不是要令到对家完全没有选择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 其实地缘上 俄罗斯很需要 要有温水港 要有出口的港口 那克里米亚 又或者敘利亚的港口 其实对于俄罗斯发展军事 以及去拿到这个温水港 其实都是重要 所以 美国不会轻轻望到的意思就是 他不会无端端在一个无条件下 触碰这些议题 反正就是他会慢慢 一步一步去深入地震 我意思是这样 Lono 我想你多補充一些 是什么呢 你说在克里米亚 或者在序里亚的塔尔图斯 的军事基地 对俄罗斯很重要 因为需要有温水港 为什么这两个位置 为什么这两个位置 有温水港 我们知道可以出海了 出海的时候 就可以了 我自己觉得 你这样说 其实很难形象化 大家去明白 我们拉大幅小小的地图 俄罗斯是位于一个 在位度比较高的国家 由于 基本上 北边的城市 甚至是东面的 珍叶林 去到我们所熟悉的 海深威 其实都是长年 冰天雪地 所以如果你要 在一个这么深入的内陆 而又在一个 位度这么高的国家里面 去确保自己 是可以 有一个正常的贸易 的话 其实你一定是要有一个 比较畅通的行动 而这个正正也是 我们在地缘政治学里面 经常说 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 就是因为它拥有两大洋 所以牢牢痛 但是你看看俄罗斯的地图 其实它部署在克里米亚 是非常之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你要进出黑海 再去到伊斯坦堡 然后去到地中海 再经过我们之前所说 一直都说直布罗陀 才去到大西洋 所以基本上 它天生苦过弟弟 非常之可怜 也正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它千辛万苦 都要保住 敘利亚的阿萨特政权 就算要得罪美国 就算在乌克兰革命之下 以徽军 也好 打了一场很小的仗 都要保住 克里米亚的地方 前几个月 普京还走到这条 克里米亚的大橋道展塞 拿着货柜车拖头 象征这些路路通的情况 如果它没有了这些 港口或者军事基地 基本上在一些不太正常 又或者叫做有纷争的冲突 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简单来说 就变成了一个孤独 又或者叫做 没有了任何进出的门户 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那个国家的安全 不是说经济的问题 考虑 在一个国家的安全 或者人民的生活 基本的保障之下 这些这样的板块 美国是暂时 是不会去出的 即是你不会想说 喂 我整天如果要去威胁一个人 我会说 我现在捏死你了 但我不会真的捏死你 这是两样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套路 是会表达得比较清晰一点 那可不可以再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是怎样 你说利益交角不是太多 怎样去分析这些 我自己会分开两方面去思考 刚才我说到俄罗斯 要确保它的军事力量 和国家领土上的安全 其实它需要去 由刚才所说的克里米亚 和一些能够进出到 大西洋的一些温水港的港口 那在这方面 其实俄罗斯是比较需要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它在位置上面 其实它在这方面的烦恶 其实是比较没那么大 那它有一条很好的 沿海的海岸线 能够可以接触到太平洋 那在过去这十多年里面 它的挖起呢 其实是能够直接地去冲击到美国 去成为到全球的霸权 那在和美国的争夺里面 其实中国比较重视是 在经济上能够追趕到美国 那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和俄罗斯之间 那个质重点比较不同 中国需要追趕到美国的经济上面 和在币积上面的权力呢 其实俄罗斯不是太 基本上不是太满足到中国的 那而在 要满足俄罗斯在地缘上面的策略 和领土安全的范围上面呢 中国又不是太满足俄罗斯 那反而是 中俄的边界 尤其是在一些远东的地区 反而他们是有一些 就是 反而不是利益的交割 反而是 中国的人 慢慢滲透在俄罗斯一些远东的地区 反而是这一件事 更多过利益交割 嗯 那即使说 其实 中俄今天的结盟 其实就是 大家共同有个敌人 其实大家互相之间的利益的冲突 都存在着一些 即是不少一些的冲突 所以只是 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是吧 所以我想 就着这个范围 或者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想法里面 那可能 你就和沈旭暉 有点不一样 他就觉得 美国部署中东 就令到中俄走得更加近 但我们就 不是这么认为 其实 不可以 simply 就觉得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是吧 OK 那来到这里 即是有关于中东的部分 的题目 还有没有特别的需要补充 还是我们可以 移动去有关于巴基斯坦 都差不多 好啊 那这样就有交换时间给你了 讲讲 喂 我们知道阿富汗 刚刚 就是 塔利班和阿富汗的政府 就是以和 跟巴基斯坦 我们很熟悉的中巴经济走廊 又或者我们的 topic 就说 喂 如果我是巴基斯坦的总统 今天如果 莫迪打电话给我 或者是特朗普打电话给我 那究竟 我会怎样选择呢 或者会有些什么的 response 可不可以和大家 讲讲你的看法 是 好啊 首先 其实 现在就去到一个 南亚的区域 阿富汗 和印巴的一些地方 其实它对出 就是在印度洋 这个地方 其实 就是在中东的附近 但是就去到印度洋的区域 其实呢 在背景上面 为什么今天 我们会看到阿富汗的政府 会和塔利班的政权 会达成和解呢 其实 在背景上面 其实 他们两方面 其实是有很深的历史的关系 而塔利班呢 其实这个政权 也都不薄弱的 它也都发展了好几十年 而它得到壮大 都是因为 七九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打冷战 那时候的苏联呢 其实 都 就是入了马富汗的时候 很想去拿到 在 对于印度洋的一个 出口的一个地区 那在这个 就是这个 前例下呢 其实当时的 美国 沙特 其实就 联同了这个 就是 刚刚初建立的 塔利班的政权呢 其实一起去抗击 就是当时的苏联 那 所以那时候的塔利班呢 其实是 跟西方国家呢 其实是有着一个很共同的利益 甚至乎是一个很坚实的盟友 那就是那时候 其实拉登呢 都是跟美国的人 一起去打仗的 但是 时势亦 打完仗之后 苏联也都瓦解了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到塔利班壮大了之后呢 他们 保障得到阿富汗的国土的安全之后呢 其实他们呢 就 因为壮大了 亦都建立了一些基地 那反而他们呢 就很希望去 就是推行回 传统的 就是伊斯兰的教义 举一些例子就是 例如 就是限制女性的一些 权利 一些活动 宗教上的教义 也都就是 比较保守 那其实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 就是 看得到出来呢 就是 其实 塔利班的政权呢 其实是很不 就是心底里面 其实是很不同意 也都很不喜欢美军 那 当时 也都有一些的 战地的记者呢 提到就是 其实 塔利班政权里面 一些的 高 高级的 的 将领 或者司令 其实他们是很不 传统 在一个传统的 方面 是很不喜欢 美军 特别是 女性的 长官 或者军官 是在 阿富汗的国土里面 进进出出 因为他们认为 其实是对于 伊斯兰教里面 一个很大的侮辱 就是 为什么要一个 美国的 军官 还要是 女性的军官 去保护我们 阿富汗的领土呢 真的有很多 女军官去的 我不知道 我估计 少两 我估计 都是一些 战地记者的 访问完 当地的人的一些描述 所以 你这么多花边新闻看 哪里看回来的 都看书 看新闻 给点赞 他就好像这么多花边新闻说 哈哈 哪个女主角在哪里这么播 又知道 哈哈 是啊 这些都有兴趣 是啊 所以说回来 其实这些都慢慢地去建立了 今天的塔利班政权 为什么跟美国 又或者跟阿富汗的政府 这么难去踏成一些协议 其实都是一些背后的一些历史事件 去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去酝酿到今天的地步 那慢慢就事情去到今时今日 拉登都被击杀了 那去到 再过多二十多年后 其实 美国去进场 再去在阿富汗 即推动到阿富汗的政府 跟塔利班政权之间要踏成一个协议 为什么又在这一刻会出现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因为 经过几十年的抗战之后 一来其实美军 即军队上 需要去退场 二来 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因为塔利班的政权 又或者对抗阿富汗这个政府的政权 其实大家都太努民伤财了 大家都受伤得够多了 开始令到民生或者经济 其实发展不到的时候 大家在刚才所说的 在天平上 开始就要平衡 到底其实国家是否需要发展呢 其实是否都需要有民生上的改善呢 那在这一刻 其实美国认为美军去退场 然后去派了蓬佩奥 去进行这个协议上的和谈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去换成当地的政权 其实都需要发展经济 所以此时此刻 有一个协议 其实对于三方的利益 其实也是好的 好了 那说到今天的时候 到底其实这个协议的内容又是怎样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在新闻里面 有关女人事 不是太关 不是太关 即是要撤走所有女军官 也有少少关 好 你说一下 之后都可以说到 是的 其实在今天我们发现到这个协议底下 其实都过五关站六仗 怎样说呢 因为刚才所说的一些历史的包袱 简单来说 其实塔比班的政权 在很多方面都仍然有坚持 举例他们很高举他们的意识形态 虽然他们这把口都会说会重视国际关系 但是其实他们在一些宗教上面的教义 又或者甚至细细到立国的国名 其实都咬了很久 例如要不要保留尤掌国这三个字的名字 婦女的权利 刚才都说了 那女性到底在阿富汗里面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那这些其实都谈到很细细的 那他们对于要执行伊斯兰教义 这方面其实都很有坚持的 那当然啦 美国在当中就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希望可以是一个桥梁去促成政府各方面 和塔利班的政权可以达成和解 那当中其实我留意到 蓬佩奥有一句挺有趣的说法 留意得比较细细一点 他有提到就是说 他认为达成和解和协议是重要的 那在这个大前提下 他认为政治制度是塔利班政权和政府方面 共同的选择来的 那虽然美国认为民主又或者权力上的替换 效果是最好的 不过说到底政治制度仍然是他们的选择来的 那我在这里呢 我自己 为什麽如此 官康 官话 那我自己会比较留意得到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角色呢 美国的角色呢 他不特别去在意执行上的细节的 例如好像刚才所说到 女性的角色 不要留油掌国这些字眼 甚至乎政治制度呢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 他都不是摆到最高级的 但是反过来 他们认为达成和解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关系上面呢 其实是关系到美国 对于刚才所说的 对于中国的维度呢 其实是有着最深切的影响 我打断一下你一下 你也算少少 那就是其实在整个交易里面来说呢 美国其实在意识形态里面来说 放低了 不要说放低了 这个priority 叫做放轻了一点点 包括就是 男女平等这些concept 资本主义或者民主自由的 这些政治体制 但是当然啦 蓬佩奥如果说 可以是阿富汗政府 或者塔利班两个 共同制定的政制 某程度上 我想这个可能都算是民主的 是吧 因为当地人自己决定自己 就不行民主制度 或者叫做一个 类似伊朗的一个 神权或者证教合一的国家 会不会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件事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对于美国这一刻来说 当然都有一点点单纯 是从这一句去再引伸一些影响出来 我认为美国这一刻比较重视的就是 到底能不能够建立一个 和平地交接得到的政权 继续去再发展民生 你讲这么多 我又讲回香港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 透过世界的事 或者一些影响 去反思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个人的一些选择 其实都可以讲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 无论今天你们自己有什么取态 可能我们今天很坚持那件事 其实可能在一个国际社会的大气候里面 其实都 若干年之后都可能会移动 不是说那件事不重要 而是随着时间可能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在里面 我想这件事 其实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反思在里面 可以继续吧 是 是 绝对认同 今天来讲就是 两边的政权认为 是一个谈判的时机 所以他们才愿意坐在桌子上 去开始 因为建构和平在这一刻 大家都觉得打了这么久 认为重要 是的 当然过程也还有很多枝节要去谈 近这一两个月的确 就是那个更新不是说太多 但是我们先 假设这个进程会继续 那对于我们一路所说的主角 巴基斯坦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一路都没说到巴基斯坦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在这个地图上面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巴基斯坦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二战之后 其实印巴是一个冲突很大的一个国家 因为其实都是当年 就是在大英帝国管治之下的一个领土 那之后就再分开现时的印度 和现时的巴基斯坦 那这个国家的分法呢 其实是根据他们 主要是比较根据宗教上面的分裂 那印度的人固然就信奉这个印度教 巴基斯坦呢就是比较伊斯坦教的教徒 比较多的 那他们不论是意识形态 和在国土 在一些争议地区 哈什米尔的地区 其实都有很多冲突 而到现在呢 都还是 就是未能够很分得好 那所以都仍然是搞咬搞骨的 那好了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呢 长期去 就是扯到好行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呢 另一边商中国呢 其实也都有一个角色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中国 印度巴基斯坦呢 在哈什米尔地区呢 三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领土主权的争议啦 那而中国和印度本身不朋友 大家都知道啦 也都 现时还有一些争议的地区 壮蓝的地区 都还有一些冲突啦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印巴的关系呢 绝对是不好的 那但是我们留意到呢 和阿富汗的关系就是在于 如果 印度和巴基斯坦本身关系不好的时候 如果背后再出现多一个阿富汗呢 那其实巴基斯坦呢 就自觉 它自己的 就是地缘上面的位置呢 是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为呢 如果阿富汗能够达成到和解 经过美国的穿针引线去磨合底下 能够成为到一个对于美国 不要说很亲美 但是至少是能够和美国 就是建立基本的外交关系 和基本的信任呢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巴基斯坦对于一个 现时是亲中的一个政权呢 其实是会受到阿富汗和印度 同时间的夹击的 我们都知道啦 巴基斯坦呢 其实跟中国呢 在经济商贸上呢 都有很多合作上面的空间 中国呢 早前就是一带一路的 完善的策略里面呢 也都很强调 就是放了很多投资的力道 去发展中巴的经济走廊 其实都是为了去 获取这个 就是在进出印度洋的一个出口位 就是为了去 不希望只是单靠 在新加坡的马洛甲海峡 也都希望可以在印度洋里面 得到一个出口的位置 那印度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幅度啦 那如果要避开印度 又要避开马洛甲海峡的话呢 其实当年 他们就想得出 中巴经济走廊这个策略 在巴基斯坦沿海的地区呢 去发展很多的港口事业 运输啦 贸易啦 等等的地方 那所以呢 巴基斯坦其实跟中国的关系呢 一直都好的 那但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如果我们看到 阿富汗和泰瓶的政权的和解 是 继续得到一个正面的反应和趋势的话呢 那巴基斯坦呢 我们的认为呢 其实是会 呃 这个选项呢 除了减少之后呢 也都会进一步去 害怕的 因为害怕的意思就是 到时 只会更加面临在 中国和美国之间 要去做一个取舍 那这个取舍是什么呢 明明 因为现在是 就是比较去跟中国建立的关系 那这个冲突就是在于就是 如果当他 巴基斯坦 同时间 受到阿富汗 和印度 两边之间的夹击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 在巴基斯坦面前出现 去提供了一个offer 就是说 呃 我可以 给你 我可以 给你经济 之余 还有我可以令到阿富汗 和印度不是同时之间 夹击你的话呢 那在这个 地缘上 这么有人的offer 底下呢 其实 巴基斯坦呢 就再没有亲中的余地了 因为在现在这个亲中的范畴里面 其实 对于 被阿富汗和印度同时之间夹击 是在一个 位置上 是处于一个 非常之危险的 的境地 因为 不论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 领土上面 的对立 还有 如果在阿富汗背后 一些很山区 很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里面 其实巴基斯坦呢 都是十分之不利的 那 之前打过的仗 和印度打的仗 巴基斯坦呢 都是输的 所以 可想而知呢 其实他 因为历史的缘故 和因为地缘的缘故 巴基斯坦呢 是十分之不利的 不想处于一个被夹击的局面 所以 未来 如果我们会看到阿富汗的政权交接是顺利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 可以是一个 就是以年计 当然都要 都是那句 不会突然之间 华丽转身 但是可以想像 在一个 稳定的时间里面 可能五至十年 我们会看到 就是巴基斯坦 可以一个 就是 可以一个步伐 就是慢慢 会疏离中国 又或者可能 会慢慢地 靠去美国那边 都未定 听你说了这么多 好像似乎 都不太 支持中国 大陆的发展 好像在一个地缘 不要说 现在的经济情况 或者叫做 股票市场 等等 好像在很多 的点里面 我们都看到 就是美国最近 都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那 那 是不是整体的情况 你觉得 中国的倾向 又不是太乐观 还是 其实 未还拖 的意思 我们看到 就真的 很不乐观 因为 例如 最近 意思是 一两个星期 其实 蓬佩奥都有 很多 在东亚的 一些会议 包括 印路日 这些会议 其实 这些 表证上 我们会看到 都是很多 围堵的策略 当然 我们会说 那中国是否完全没有办法 固然 也不是 我们也看到 王毅 外长 也在 和 伊朗 菲律宾 印尼 等等的国家 其实 都有一些 叫做一些磋商 固然 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个磋商的 真实 那个内容是怎样的 但是都是在一些 美国围堵 国家 之外 其实都在寻找一些 就是 可以 反围堵 或者可以 发展得到的空间 所以 插一两板 或者还击的力度 固然 中国也一定有的 也都 没有可能说 在短时间内 可以 极速地 围堵得到中国 但是 这个情况 或者天平 越来越 倾向 对中国不利 其实 你这么说 我也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 比如好像在 中东 或者叫做 阿富汗 这些局势 其实如果我们 前几年 很难听到 原来 以色列人 和阿拉伯人 可以建交 这些已经颠覆了 我们过去 十年 二十年的想象 原来 塔利班 是和美国 可以倚和的 其实这些也是 颠覆了 我们过去的 一些想象 不过 我在这里 也要补充一点 例如 今次 塔利班 和阿富汗倚和 出来拉斑拿 拍照的是 美国人 今次 以色列 和阿联邮建交 出来拉斑拿 拍照的 也是美国人 我自己的看法 我不是说 这位阿富汗 政府和塔利班 港和之后 一定是亲美的 但似乎促成 这件事 就是美国人去做 而 当中 背后他们的利益 交割 亦都加入了 美国的一份 其实 之前我也笑过 李鸿賢 就是说 塔利班 其实也有 另一边商 就是 在和阿富汗政府 或者叫做 在美国促成 这个议和之中 都飞去北京 和北京的领导人 去交代 和商讨 这件事 所以我和Ivan所说 就不是说 一下子 就肯定 就是中国是 没有了 接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如果你要说 在过去的形势局势上 你去看 今天似乎 就是美国 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地缘政局的位置 其实都比较佔优 如果简单 要做一些总结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说 你预期 或者 会继续如何去发展 这个部分 刚才你说了几个 不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也提到 伊朗有机会 都会向着这个方向发生 我也有点补充 刚才所说 美国可以以一个很连贯性的策略 不论在中东的局势 或者印度洋的局势 去进行它的部署 但是相反另一边相 我们会看到 伊朗 俄罗斯 和中国 他们在地缘上 不论是他们的需要 和这一刻 他们对于美国的想法 其实不是太相同 所以我们认为 他们可以说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但是他们之间 需要去得到的 要去继续 叫做对抗美国的养分的需求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 都同意板珠所说 就是 他们现时 继续去叫做抗击美国的路线 是偏向分散去做的 最简单 我们会看到 就是 中俄都比较上 可以和美国 是一个大国的博弈之间 去进行一个比较 或者去利益上的交換 但是伊朗呢 其实它只能够 極其量都是 在中东的局势里面 继续去希望 发挥它的影响力 和它继续去将它十二派和革命的思想 在不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里面做输出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明显地就不只是 劍指在中东的地区 而在中国呢 现在当中呢 其实我们认为 中国能够 猜多几百元的力度 其实是最大的 在不论是经济的 即是基础的程度里面 在地缘上面的弹性上面 它能够在亚洲地区 特别是东南亚 发挥得到的经济上面的空间 盟友的多少呢 其实是比较上弹性的 我们会尝试真的看到 中国有去浸力地 所谓的猜猜几百 不论刚才说过 伊朗、菲律宾、印尼 刚刚今天又看到新闻 其实它也有跟一些 所谓的长边草 我说的就是泰国 去进行一些 就是经贸上面的磋商 想看下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泰国那方面的 一些经济走廊可以出来 那可能稍后都会有 就是会有多些补充 会有文章各样补充 那但是 这些都极其量在一些 挨打的局面底下 去进行的一些抵抗 那对于整个地缘局势呢 那个改变力度 我认为是不大的 嗯 OK 那今天来到这里 都整个几钟了 多谢Ivan的时间 都很开心 今天就不只是我自己说 可以唱一下商网 聊聊天 也可以听一下你用心的准备 就是我们都 我们都 完了第一届的门徒 都有超过一年 认真听你做的 presentation 都事件一年了 看到那个成长 但是有时我会觉得有点位置 我当时有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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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去将一件事 present出来 令到可能 譬如说 观众又明白的 听众又不明白的 读者又不明白的话 你最好有些比例上的要说出来 有时可能要善用一下地图 去告诉大家 可能有一些比喻 你去做 可能会比较好些 比如我刚才问过你这个问题 譬如说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这个结盟的关系 他们利益的交角 究竟是来自于哪一道呢 可能一就是来自于货币 二就是来自于能源 但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交易 其实本身就不太多 大家都知道 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石油 但是缘量真的不多 相对中国整体进口石油的缘量 其实不太多 那有没有可能增多呢 其实一日未有北边用行道之前 其实也没什么可能 因为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而且大家都知道 正如你刚才所说 俄罗斯的主要市场 并不在中国 无论是石油和天然都好 主要是欧洲 反而反而 现在中国 除了在中东 非洲 或者叫做美洲 即中美洲去进口石油之外 其实另一个进口的地方 很主要就是来自于美国 因为烨罗斯的革命之后 那这些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 你可以清晰一点表达出来 什么叫做 中俄之间的利益交角 并不是太大 这些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 那大家的 方法也会更清楚 一些 一些意见和留言 最后也多谢 听到这里的三十多位朋友 在这里做一些宣传 我们在Patreon里面 其实我们 会有一些 这类型的地缘政治的分享 经济上的一些分析 我们不同的投资的部署 一些策略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登附到Patreon 看看有没有兴趣 可以参与 那我们大概每一个月 或一个多月 就在这个免费平台 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往后也会 好像Ivan 那些 我以前的学生 或者是其他的 一些嘉宾 在不同的范畴 会比较 一些专业 或者熟悉一些的朋友 会上来 和大家去做一些 分享和分析 那 那 今天 多谢你的时间 多谢班主 那 我记得去年 还是前年 找他做一次 所以今次不是处南下海 另外 也有一样 作为少少的鼓励 我希望大家 对于他刚才的 那个 presentation 或者那个分享 大家可以 给个like 如果ok的话 留言 说一说你们的意见 最好可以share 给身边的朋友 好不好 那 这段时间大概来到这里了 那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吗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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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